大阪原本应该是大阪 那为什么不写整阪呢 那大阪的阪就是坡 那大阪的坡又在哪 拍片探讨日本文化 知名YouTuber好轮 在YouTube拥有近50万粉丝 每次直播总能吸引不少观众 没想到却音乐一句话 被观众告上法院 去年六月一名观众在直播时写下 只能退订好轮 离出道时会做影片 到后期都做直播来说 以失去订阅好轮的初衷了 这句话惹毛好轮 当场在直播上入骂三字经 没想到粉丝也动怒提告防害名誉 双方和解金额谈不拢 只好对簿公堂 好轮出庭时表示 退订对自己的名誉及商业利益 有很大的伤害 粉丝要退订也不必公开来说 当时辱骂对方 是出足于频道商业利益的 正当防卫手段 但法官认为 这只是粉丝的观看意见 身为直播主 反而应该理性说明经营理念 而非标骂三字经 最终判处好轮 拘役二十天 得一颗罚金两万元 入骂对方并不会因此 使得你的名誉获得回复 所以这是一个 不相当的正当防卫手段 听到推定沉不住气 对观众入骂三字经 如今不止官司吞败 也被法官当庭 上了一堂公关处理 三讯网易轩有淘 太别不得